第三百三十五章 斩地药 玉山镇一记 李昊再次进入 这一次进入 地药脸色微变 看了李昊一眼 微微醋眉 之前那种浓郁的红月之力 好像又无法联系了 为何会如此 哪怕星空剑 李家血脉都能消除影响 也不至于瞬间就给弄眉了 他脸色有些变幻 看了一眼李昊 再看看张安 郁家觉得有些不妥 而此刻 李昊面带笑容 前辈 最后一场切磋 切磋之后 我会将之前答应前辈的好处 都会奉送到位 他一步步走向的药 不得不说 地药真是个好人 没有他 李昊只能冒险 冒很大的险 去开启那些盗卖 可现在 也许不需要冒险那么大了 这是圣人 多次下来 李昊都没有伤到对方 给李昊的压力很大 打击也很大 此刻 他想试试 自己到底能不能伤到对方 至于击杀 李昊没把握 一位圣人 还是肉身存在的圣人 没那么好杀的 手中 星空剑微微颤动 地药脸色变幻 轻声道 看来 李嘟嘟又变强了 倒是让我有些不可思议 一场战斗下来 哪怕临阵突破 也没嘟嘟提升得多 多谢前辈帮衬 话落 李昊笑道 前辈 来吧 说完 一剑撕碎天地 剑光要射四方 四方 瞬间化为了混沌 地药面色微变 再次瞬间消失 可这一次 剑芒速度太快 咔嚓一声 得要一甩手 衣袖瞬间破碎 他有些惊讶 转手一拳 混沌破碎 可剑芒再次杀来 万道剑光 笼罩全身 得要轻贺一声 结 哄 面前好像浮现出一道道光盾 和无数剑芒碰撞 纷纷破碎 而李昊 忽然闭目 再次睁眼 眼中剑芒闪烁 此刻 他眼中的地药 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无数能量团 有强大的地方 也有薄弱的地方 剑眼 没有再耍什么招式 唯有针对薄弱处出剑 这一刻 他知道 剑尊出剑 为何有些了无痕迹了 因为剑尊并不是用什么特定的剑招 而是 专攻弱点 剑出 无声 咔嚓一声 一剑刺穿了光盾 对方瞬间消失 李昊看到了 但是反应还是稍微慢了一拍 李昊瞬间扭头 砰的一声 耳边传来炸裂声 虚空爆碎 空间裂缝 切割的李昊 耳朵都破碎了 这一刻 李昊却是笑了 感知到了 是 反应速度好像是慢了一点 但是现在 他可以感知到对方的行动轨迹了 砰 又是一声巨响 李昊再次侧头 避开了对方的一拳 咦 地奥有些惊讶 居然被避开了 这李昊 虽然反应速度还是慢一些 可好像有些预判的征兆了 他瞬间打出无数拳 虚空化为混沌 李昊也不是一直躲避 星空剑环绕自身 不断防御 一拳接连一拳 李昊却是不再出手 而是防守 是的 防守 此刻的李昊 用了剑法 地副剑 防守四方 他默默无声 眼睛一直扫向四方 他知道 自己反应 精神都比对方差一些 所以 他只有等 等到判断出 对方下一次的出现地点 爆发一剑 那时候 也许就是必杀 砰砰砰 星空剑不断颤抖 被一位圣人打得不断颤动 李昊也嘴角一血 却是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 剑光刺目 不断环绕四方 挡住了对方的拳 防御力 比之前强大了许多许多 而此刻 不要只能感受到 李昊比之前强大了 可这样的李昊 想对付他这位圣人 还是有些痴心妄想 对方压根打不中自己 就算能 也只是擦辫过 他只是惊叹 这家伙的韧性很强 还有 红月之力 好像真的消散了 到底什么情况 一拳接连一拳 李昊从头到尾 都在挨打 哪怕防守 也导致自己身上伤势 越来越多 不远处 张安默默看着 微微凝眉 李昊其实比一开始 强大了许多 虽然感觉还是日月五重 开卖数量没变 可一开始的李昊 撑死了不朽中后期的战力 可现在的李昊 居然能在一位圣人的攻击下 不断防住对方的杀招 这样的进步 超乎想象 此刻的李昊 不遇到圣人 不朽层次 恐怕也没人 能轻易奈何他了 很快很快了 他忍不住想到 第一次见到李昊的时候 这些人 对付一位 七系神通都难 别说七系 那时候 强大的六系 山海六重 都能拿下李昊 这才多久 从山海六重 到了日月五重 可实际战力 已经超越了日月六重 甚至超过了日月七重 不可思议 当然 张安知道 圣人比李昊想象的还要强大 眼前的地药 并未全力以赴 一直都在留守 也是为了防御自己 这地药 应该是圣人出气 不过肉身存在 没经历虚弱期 这样的圣人 不是太阳神 先知那种 都很虚弱 也不是张安这样的 目前只有精神力 肉身不存 张安有把握杀死对方 但是 也需要一些时间 甚至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 若是肉身存在 杀死这样的圣人 其实不难 有肉身 他是准天王 没肉身 能量也没存多少 他也只是圣人初中阶段 加上本源消失 一些本源大道的能耐无法使用 也进一步让他们的差距缩小了 已经很不错了 张安心中想着 这样状态的李昊 若是遇到一位未复苏的圣人 不敢说必胜 起码没那么危险了 也许能保命了 当然 杀圣人 那是难如登天 他不断看着 此刻的李昊 一心防守 好像想靠着防守 耗死对方 张安却是觉得不太妥当 弱者和强者比消耗 弱者肯定耗不过强者的 不过 张安又想 这样已经不错了 难道还真奢望李昊 能击败对方不成 想到这 他自己都笑了 越接而战 到了这个层次 谁还不是个天才 天才之间 越接而战 难如登天 何况 李昊本质上 只是日月五重而已 圣人 其实已经不算是日月静了 而是日月静之后 李昊三十六脉全开 也许还能真正意义上 对抗一位圣人 砰砰砰 一拳接连一拳 快得看不清 李昊只能防守 眼中 却是没有任何焦躁之意 只有凝重 神光闪烁 一次次观察对方的出手轨迹 每个人出招 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固定的逻辑 也许出手看似天马行空 可最终 对方还会重复这个逻辑 在巡检司一年 李昊看了许多卷宗 看过许多案件 看过许多凶手 他们不管是冲动杀人 激情杀人 预谋杀人 最终 其实都有一个固定逻辑的 也许需要很长时间去循环 可最后 几乎都会完成一个 无序化为有序的循环 李昊心中浮现出无数念头 此刻 已经和对方交手多次 他心中想着 回想着对方之前所有的招式 下一刻 视线落在左侧一方 心中默念 这里 哄 果不其然 就在这一刻 一拳破碎了虚空 李昊并未避让 而是初见防守 视线再次转动 看向另外一处 这里 砰 虚空再次炸链 李昊一个猎浅 自己被打中 眼中却是露出一抹笑意 只要我不更改出招的逻辑 对方就会顺着之前的逻辑 继续进行 每一次重复 不是一会 而是经历许久 对方才会完成一次重复 圣人 无法琢磨 可是 谁说 一定无法琢磨 他习惯了那样的战斗方式 无数岁月了 不容易更改的 此刻 李昊不再去看 而是沿着自己的逻辑 继续防守 一招 十招 一百招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而地耀 也不敢贸然杀他 只是觉得 李昊这一次防守能力 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微微有些凝重 这家伙 难怪是这个时代的领袖之一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他虽然没出全力 可按理说 李昊也该撑不住了 稍显不耐烦 李昊其实伤不到他 对方和他的差距 最大的地方在于 李昊无法捕捉到他 哪怕战力不弱 也毫无作用 弱者对付强者 最关键的 还是在于反应速度 而这是李昊的天然缺陷 此刻 李昊开始收敛力量 叙事 身上一个个翘穴被点燃 愈发光辉璀璨 地耀语气依旧柔和 都督果然是当代天骄 绝世人节 只是 切磋到了现在 都督消耗不小 不如就此罢手把 他依旧保持 世外高人的形象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你又打不过我 打不中我 你就算叙事 打空气有啥用 爆发力 不是一切 到了这层次 爆发力强大 有个屁用 除非 真的能做到 光是余波就能震死我 否则 再强的爆发力 打不中敌人 也毫无作用的 李昊没说话 一个个翘穴 迅速点燃 身上的气息 越来越是强悍 这下子 地耀都有些凝重了 甚至在想 要不要 想办法瞬间杀死李昊 此人 威胁还是很大的 看他叙事待发的样子 爆发力绝对不弱 就在这一瞬间 李昊点亮了身上所有翘穴 体内 形成了一个践行道脉循环 一瞬间 星空剑上一散出 强悍无比的气息 不远处 张安都是脸色一动 迅速朝这边看来 做好了出手准备 李昊要爆发了 大概率打不中敌人 但是一定会虚弱 小心被得要反杀 他这么想 地耀也心中微微移动 按照固有思维 稍微避退了一步 消失在原地 李昊要爆发了吗 避开就行 而就在这一刻 李昊陡然一声利吼 气势爆发 剑一瞬间暴涨到了极致 朝着虚空无人之地 一剑斩出 等待多时 就是为了这一剑 若是得要避开 或者没有按照固有逻辑 出现在此地 这一剑 他耗空了力量 那此战 毫无疑问 他输得一塌糊涂 李昊眼神冷立 要在这 一定在这 地耀 一定会出现在这 一定 天地好像被这一剑切割开了 这一刻的李昊 好像成为了剑尊 这一剑 无声 却是猛烈无比 一剑从天而降 张安一震 打错了 杀错了方向 下一秒 却是脸上露出一些震撼之色 不止他 这一刻 得要刚从虚空浮现 脸色陡然一变 有些不可思议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下一秒会出现在哪 他也不会特意沿着 固定招式去走 为何 李昊知道 欲知未来 怎么可能 神灵中的先知神 这一个念头 在脑海中浮现 此刻 眼前只有一柄剑 一柄强悍无比的剑 朝他斩来 再改变地方 已经来不及了 他也顾不得许多 李昊忽然一剑斩中了 他出现的地方 他也震撼 下一刻 力吼一声 一拳打出 哄 剑落 一切就在瞬间发生 剑芒瞬间爆发 摧毁了眼前一切 李昊体内力量好空 整个人朝下坠落 而长剑 砰的一声 直接将对方的拳头斩碎 地妖脸色巨变 体内爆发出更强悍的力量 可无意落入李昊权力一剑中 哪怕他是圣人 肉身强悍 力量强大 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砰砰砰 炸裂声不断 双拳直接粉碎 能量炸开 这一刻 好像一个大宇宙压迫而来 砰砰砰 双臂蔓延 剑光粉碎一切 沿着双臂粉碎而来 地妖怒吼一声 破 哄 身上一股强悍的红色血月之力爆发 轰隆隆 和剑芒撞击 咔嚓 好像虚空破碎 这一刻的地妖 也是震撼无比 不是李昊的力量 李昊在墙 撑死了 堪堪达到了圣人层次 他震撼的是 李昊是无意中击中了他 还是通过其他本事 为何 之前没有展露出来 轰隆一声巨响 他肉身都炸碎了半个 得要浑身浴血 脸色发白 却是再次怒吼一声 力量喷涌而出 轰隆隆 将所有剑芒 全部泯灭 这一刻的他 气息衰弱无比 眼中还带着一些骇然 却是冷笑一声 下一刻 残缺的半个身子 瞬间消失 直奔李昊而去 他知道 一直都知道 李昊带着张安来 切磋只是迷惑自己的话语 他是想杀自己的 只是没想到 最后一刻 居然被李昊一剑斩中了 这比预期中的药差许多 可李昊想靠这一剑 杀死一位全胜状态的圣人 不可能 就在此刻 张安也是瞬间浮现 眼中也带着一些震撼 李昊没能杀死的药 可是 一剑下去 将一尊圣人斩的肉身破碎 这 简直不可思议 李昊若是还能斩出一剑 也许真能杀死一位圣人 这太不可思议了 震 张安一声怒吓 之前破碎的大道书再次浮现 好像要镇压天地 虚空都在凝固 将地要固定 不远处 李昊已经重重落地 砰的一声 砸的地面都在颤动 此刻 毫不紧张 只是盯着地要看 一剑 全力以赴的一剑 已有意对无意 这一剑的威能 全部斩在了对方身上 然而 没能杀死一位圣人 只是重伤了对方 这只能代表一点 实力上的差距 生命力上的差距 这不是李昊 其他方面的问题 不是反应速度 只是真正的攻击力不够 全力以赴的一剑 剑到神通出城 也只是斩碎了对方半个身子 李昊虽然有些预料 还是有些失望 圣人 真的太强了 就算出第二剑 也未必能杀死对方 需要三剑 是的 起码三剑 两剑斩杀对方肉身 一剑斩灭 对方精神力 至于本源大道 不说有没有 就算有 对方精神力破碎 肉身破碎 本源被隔绝 断不断地 都不会再有反击之力了 三剑 李昊心中想着 自己动用全身力量 可以斩出一剑 第二剑 可以强行破道脉 瞬间涌入能量 肉身破碎之前 还能斩出第二剑 可第三剑呢 杀一位圣人 起码需要三剑 他迅速想着 也许古城的圣人 没有的要复苏得多 守护腰直 也许刚复苏 未必有的要强大 两剑 甚至一剑 都可能杀死对方 可是 保险起见 能出三剑 才能保证杀死一位圣人 他甚至不去看 张安和地妖的战斗 若是张安连 一位残破的圣人 都无法拿下 那张安这个准天王 就太水了 太虚了 地妖 对李昊而言 也只是练手的目标罢了 在这 一个人 无法离开 注定了对方会死 如何斩出第三剑 李昊心中还在想 两剑没问题 此刻的他 不愿意再次出手罢了 再次出手 他强行破开一些盗脉 会爆发出 比之前还强大的一剑 第三剑 昊心剑 李昊心中想着 也许 可以试试 于是 就在此刻 他将星空剑甩出 虚空破碎 昊心剑好像降临天地 牵引见到区域的力量 能隔空斩出一剑吗 不知道 可以试试 趁着张安在这 试试又何妨 剑道会我身 李昊一声轻贺 昊心剑中 剑道神文瞬间收拢 四面八方的能量 好像在抽取大道之力 一股强悍的力量 从昊心剑中蔓延而出 沿着星空剑蔓延而来 李昊腾空而起 一把抓住了星空剑 此刻 星空剑剧烈颤动 李昊也有些难以掌控 这些散乱的剑道之力 可是 展出去就是了 那边 张安瞬间压制了对方 得要立合一声 李昊 张安 你们背信弃义 我帮你们提升 你们居然恩将仇报 他有些绝望 再次狂吼一声 残破的肉身 陡然轰隆一声巨响 将张安炸得微微一个裂解 大道书都有些破碎 而一股强悍的精神力 瞬间逃离 沾染了一些红色 朝李昊飞奔而去 张安健壮 有些恼火 冷哼一声 大道书化为一柄大刀 他一刀朝对方斩去 残破的圣人 还要翻盘吗 而就在此刻 李昊也是一声怒吼 星空剑上 一头猛虎咆哮而出 一剑斩出 道自神文稳固一散的 那些剑道之力 哄 天地直接被劈碎 这一剑斩出 冲来的地要 精神力有些颤动 有些惊恐 怎么会 你还能出手 哄 一剑斩下 巨响声 爆炸声 咒骂声 全部化为一声巨响 一股澎湃的精神力 瞬间爆炸开 李昊蹊瞬间流血 猛虎瞬间残破不堪 星空剑 好像也有些黯然失色 长剑 落入李昊手中 李昊精神极其的疲惫 却是默默看着 那巨大的炸裂的能量团 一切好像烟消云散 对方 好像彻底死亡了 但是没有呈现出本源大道 这地要 应该不是本源修士 而是地地道道的红月修士 死了 一位圣人 就这么死了 张安有些意外 有些惊讶 看了一眼李昊 李昊展出了第二剑 第一剑 他已经震撼无比 这第二剑 不可思议 他刚想说什么 李昊声音传来 我先出去 道字神文我先用着 前辈等会再走 说完 人已消失 张安微微皱眉 而此刻 李昊瞬间浮现 气息紊乱无比 外面众人 纷纷朝他看来 急忙朝他走来 嘟嘟 李昊却是一言不发 一瞬间 强行打开了一些盗脉 肉身崩碎 星空剑再次爆发 璀璨光辉 一剑斩破苍穹 探手一抓 鹤声响起 不要动 众人心中一惊 此刻 钱无量 赵署长 灵红玉几人 却是蠢蠢欲动 孔杰也是身体摇晃 好像想要逃跑 可是 又好像强行忍耐了下来 而李昊 力吼一声 大手遮天 将众人全部包裹 包括王署长 周署长也在其中 他吼声再次响起 都不要动 谁动 杀谁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一惊 下一刻 他们好像穿梭了宇宙 一瞬间 进入了号星界 就在这一刻 忽然 几人变色 转身就要潮入口处逃离 不止一人 赵署长 钱无量几人 眼中红色闪现 都怒吼一声 潮入口跑去 李昊冷哼一声 死的时候 貌似绝望 却是少了几分感情 猜到你有想法了 帝要知道这一次 李昊未必会放过他 张安也在这 对方起会一点准备没有 进去的十人 看似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李昊也难分辨出来 可李昊知道 必然有人 被对方深入影响 甚至戒体众生 只是没想到 不是一人 而是多人 钱无量 赵署长 林洪玉 孔杰 足足四人 都被对方彻底渗透了 就在李昊以为 只有他们四人的时候 不远处 周署长陡然眼神泛红 忽然惊身呈现 一拳打飞了旁边的袁硕 吼一声 瞬间穿梭 超越了其他几人 李昊心中一惊 周署长 没进去 他居然被影响了 十人中 其他几人还好说 周署长和王署长 可是一直没进去的 这下子 连李昊都有些意外和惊讶 对方什么时候做的 怎么做到的 不可思议 就在此刻 王署长也是反应了过来 低吼一声 一拳打出 轰隆一声 打断了周署长逃离的前路 而李昊 却是冷笑一声 在这 你们出得去吗 地药 你跑得掉吗 此刻 几人身上 都溢散出红光 都是地药的声音 都带着愤怒和咆哮 李昊 你要杀你自己人吗 他们已经和我融为一体 杀我 便是杀他们 李昊什么话也不说 忽然 宇宙之间 无数雷霆汇聚 此刻 几人脸色同时变了 原来如此 大盗宇宙 居然针对红月之力 几人 都是喃喃一声 原来如此 怪不得李昊 可以驱逐红月之力 他很快知道了危险 知道了真正的绝路 即将到来 怒吼一声 你送我出去 否则 我死 这几人都会死 若非元朔五行合一 是太强 夺射元朔 容易出现大问题 他应该夺射元朔才对 可此刻 加上周署长 足足五人 都是李昊的核心力量 五人身上 都是红光闪烁 郁佳感受到了大盗宇宙的恐怖 几人同时怒吼 放我们走 不 放走任何一人 其他四位 我会放了他们 李昊 你不要逼我 几人身上 力量极其地不稳定 甚至有些要自爆的趋势 得要愈发紧张 他知道这次很麻烦 所以 早就做好了放弃本尊的准备 只要这几人能走掉 走掉任何一人 他都可以复苏 可是 没想到李昊会拉着他们 进入耗星界中 这时候 四面八方 无数大盗之力汇聚而来 将几人团团围住 一道道天地雷霆 在虚空中诞生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杀来 因为此刻 一枚道自神闻在阻拦 李昊脸色平静 得要 你觉得你能逃得掉 五人同时开口 放走一人 我放过其他四人 李昊 否则 纵然杀了我 你也不好受 说完 急起警惕 五人身上 力量愈加暴动 随时会自爆 李昊沉默一会 点头 好 你进入赵鼠掌体内 我放你走 其他人 留下 说吧 一剑斩出 虚空出现一道裂缝 外面 正是音乐事件 不 此刻 五人同时开口 地耀声音响彻天地 赵鼠光有分身 当我不知吗 他说着 看向四周 很快道 我要钱无量的肉身 李昊微微皱眉 钱无量实力最弱 赵鼠掌最强 我给你机会 你别不珍惜 得耀声音响彻四方 不 本作只要他 钱无量的盗卖 有些特殊 和他好像极其匹配 若是五选一 当然要选钱无量 至于赵鼠掌 虽然强大 可对方有一具铜鸳肉身 反而极其的麻烦 很容易被对方的铜鸳肉身锁定 随时都可能被李昊杀来 李昊皱眉 许久 点头 好 速度一点 否则 你们几人都只能遭受雷霆洗礼 我阻拦不住 好 给你 就在此刻 四人朝李昊飞去 身上一散出强悍的力量 同时爆发权力一击 朝李昊众人打去 强悍的红色之力 映射天地 导致大盗雷霆都在暴动 李昊的道字神文 都无法阻拦了 一瞬间 无数雷霆轰击而出 而夺射了钱无量的地钥 迅速钻出号星界 眼中露出一抹冷色 大盗宇宙 居然 如此针对红月之力 这种情况 除非接触过两家大盗宇宙的人 否则 无人知晓 后方 无数雷霆爆发 将所有人笼罩 地钥已经感受到了 其他红月之力 被迅速消灭 也不敢逗留 钻出号星界 瞬间就要逃离 就在此刻 忽然身体有些不受控制 原本 被他完全侵袭 已经失去自我的钱无量 忽然冒出来了 两股意识 在脑海中交错 都都果然明智 只是 都都真看得起我 带着一些叹息 一些无奈 每一次冒险 都看中了我 都督 真器重钱某 地钥心中大惊 被红月之力入侵 甚至自己主意识都在折 怎么会出现翻盘 红月之力牵动欲望 本来就是啊 钱无量的笑声传来 忽然 操控肉身 转身朝后方的虚空宇宙飞去 地钥大惊 只觉得不可思议 怒吼一声 迅速夺取对肉身的控制权 这一刻 两人一时拉扯 肉身一会朝前 一会朝后 地钥依旧觉得不敢置信 对方 居然无视了红月之力的影响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这时候 钱无量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些渴望 别挣扎了 消灭了你的意识 你的力量留给我 我有希望进入日月四重 成为嘟嘟之下第一人 我渴望变强 不要前辈 成全我吧 那种渴望 那种欲望 那种贪婪 甚至比地钥只强不弱 地钥大恐 怎么会这样 此刻 钱无量体内 几条道脉隐约浮现 充满了各种欲望 喜怒哀乐 贪婪 色欲 权利欲 变强 称霸 各种情绪 环绕地钥 前辈 成全我吧 钱无量带着一些渴求 求求前辈了 别挣扎了 成全我一次 等我变强了 我会好好安葬前辈的 给前辈立下衣冠中 不 格耀只觉得惊恐 还有人 比红月大世界的人更贪婪 怎么会 可那种贪婪 让他甚至无法自控 下一刻 钱无量的贪婪欲望 战胜了他 拖着肉身 再次回归了大道宇宙 哄 无数雷霆 朝他轰击而来 地钥声音 带着绝望不甘 带着无边的愤怒 李浩 你在作茧自负 此人比红月珠强都要贪婪 你迟早会被他杀死 轰隆隆 大道雷霆爆发 诛杀红月之力 地钥一时都被打了出来 化为一道红影 此刻 钱无量也在接受 大道雷霆的洗礼 冲刷全身 地钥痛苦哀嚎 怒吼连连 李浩 你会死的 李浩面色平静 只是看着大道雷霆 袭击一个个强者 沉声道 吸收大道之力 这是你们的机缘 冒险才有机缘 日月三重的 都尽量开启一些盗卖 跨入四重 轰隆隆 无数雷霆爆发 大道之力汇聚 众人纷纷吞噬起来 原本被控制的几人 也清醒了过来 后怕无比 赵署长更是哀怨无比 看了一眼李浩 也迅速开始吞噬 他清醒了 刚当的事情可没忘记 李浩让他要带走自己 虽然现在判断 可能是故意如此 可若是 人家真的带走了自己的肉身呢 不当然 李浩却是知道他的心思 笑了笑 赵署长还有一句分身 真要出了事 主身一是消灭掉了 分身就是主身了 人还活着 冒险一试 彻底诛杀一位圣人 还是值得的 成功了 好处也很大 我断定 对方九成会选择钱无量的 赵署长无言以对 也不说话 那边 钱无量痛苦地哀嚎 他受红月之力侵袭太多 此刻 大道之力席卷全身 好像要将他彻底粉碎 此刻 身上一条条道脉浮现 都是未曾发现的道脉 李浩心中微动 看向他 声音传来 吸收大道之力 开启那些特殊道脉 那是你神通来源的根本 说吧 李浩到自神闻席卷天地 大量的大道之力 朝他汇聚而去 钱无量痛苦无比 面目猙獰 此刻依旧不忘礼仪 多谢嘟嘟成全 不 你自己争取来的 还是要多谢嘟嘟 李浩不说话 钱无量危险最大 甚至主动夺回了身体掌控权 尽管李浩判断 有可能成功 可这 也还是不可思议 那边 刁被无数雷霆轰击 胜道意识 依旧没有被彻底泯灭 带着一些绝望 忽然冷笑 李浩 还没说完 忽然 一瞬间 一箭斩灭苍穹 哄 红影被瞬间斩得粉碎 四分五裂 李浩探手一抓 抓入手中 无数雷霆轰击而来 李浩任由雷霆洗礼 将刚刚强行开启的一些撬穴 全部再次封闭 笑了一声 不用说等着我 也不用说其他的了 你死了就死了 一个圣人死了 对一方大事件而言 什么都不是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哄 最后一丝红色之力 被彻底诛杀 地妖声音彻底消散 而这一刻 包括周书长在内 都有一些大道之力 涌入众人体内 李浩看了一眼周书长 心中微动 没有本源之力的周书长 无法接通本源大道 居然没被大道宇宙诛杀 倒是有意思 这也说明一点 除非具备本源之力 或者红月之力 否则 进入大道宇宙 也不会被刻意针对的 此刻 其他人都在汲取大道之力 哪怕王书长 都有些震撼 我什么时候 也被影响到了一些 真够可怕的 刚刚 他身上居然也冒出了 一点点红色之力 很少就是了 一瞬间被消灭掉了 可对方 无声无息地感染了他一些 还是很可怕的 而周书长 也睁开眼睛 有些叹息 我大概是被老赵 轻染到了 老赵之前和我说了几句话 我也没想到 还能让传人 赵书长一边吸收能量 一边无奈到 我也没想到 被对方掌控之前 我觉得我受到的影响不大 说到这 有些凝重道 你们说 他轻染的人 真的救我们这些吗 当年的印红月脊人 是否都被彻底轻染了 若是如此 此人未必彻底死了 可能会在那几人身上复苏 第一次复苏 可不止他一人在场 当然 当年大家都太弱了 后来大家也没进去 也没和这一次一样 任由对方改造 可地要 真的彻底死亡了吗 也许 还有希望在其他人身上复苏 李浩笑了 放心吧 他必然死定了 那边别忘了 还有个印红月 他会让身边几人 随时可能成为的药 要了他性命 不出意外 早就诛杀了几人身上的红月之力 八大加血脉汇聚 诛杀一点点红月之力问题 还是不大的 他觉得 这些人没必要担心 就算真出事了 那也是印红月的事 而以印红月的奸诈 搞不好早就弄没了 其他人身上的红月之力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点头 印红月 也不容小觑 这是早早就接触红月之力 却还没被对方掌控的家伙 奸诈得很 西年的银月三十六雄之一 创建了红月组织的存在 反杀了监视他的红袍 李浩这么说 大家觉得可能性很大 而这时候 众人气息都在强化 所有人都喜行于色 原本 大家都到了日月三重 但是一般也就十六脉之力 日月三重 十八脉才是巅峰 这时候 吸收了大道之力 众人几乎都跨入了十八脉的层次 而关键是 钱无量后来居上 此刻 因为吸收了太多红月之力 也就导致他附近大道之力更多 眨眼间 开完了十八脉 又额外开了几个特殊道脉 真正意义上 跨入了日月四重 也是继照署长之后 第二位进入日月四重的现代强者 至于王署长 早早开了十八脉 这一次也小有收获 又开了一脉 跨入了十九脉日月四重 和他新武时代的不朽初期 实力相当了 不带本源的话 其实已经战力相当 众人都兴奋无比 这一次 大家都有了不小的收获 袁硕众人 几乎都跨入了十八脉层次 跨离日月四重 也不过一不知遥罢了 袁硕很是遗憾 这家伙 我以为他会夺舍我 侵占我 他们的 居然没选我 他很郁闷 他可是一去 就说了 我是李浩的老师 就想用这个身份 调对方上钩呢 结果 帝要没选他 气死人了 他知道 红月之力越多 收获越大 也想赌一把的 结果 没给他机会 人家选了五个人 有弱者孔杰 有强者赵曙光 有不是新体系的周署长 有匹配度很高的钱无量 有唯一的女性林红玉 为啥就是不选我呢 否则 他一定可以跨入日月四重的 李浩笑道 老师五行合一 五事合一 精神力强大 是强大 一般人夺舍 不会夺舍是太强的存在 容易引起太大的冲突 正常事 袁硕无奈 叹息一声 也是 我太强了 对方不敢 总比一些没点特色的人强 比如的复剑 比如天剑 比如陈中天 比如黄语 比如侯潇晨 此刻 那五人都看向他 指桑骂槐的 拐弯抹角的 这袁老魔 越老越混不令了 几人懒得搭理他 此刻 都忍不住看了一眼钱无量 但是没人说话 这人 居然能抗衡对方的各种欲望之力 大家心中其实都很警惕 不要说 这钱无量 也许会杀死李浩 未必就是假话 李浩 一点不担心吗 而钱无量 哪怕到了日月四重 此刻 也是一脸谦逊 见众人余光看来 心中微微一个咯噔 露出笑容 嘟嘟神算 一位圣人 在嘟嘟面前 也不堪一击 困兽罢了 李浩摇头 出不来 逃不掉 还有张安前辈帮忙 他早就该知道 我们来了 他就无路可逃了 没有接受对方的夸赞 李浩笑了起来 关键是 这一次赌对了 说吧 开口道 出去吧 张安前辈还等着我们吗 帝耀只是开胃才 一个被困住的圣人 没有任何仪仗 不足为虑 他杀死的圣人 帝耀不是第一个 上次也杀了天心阵的红影 各种意外因素很多 此刻 李浩更开心的是 应该可以展出第三件 若是如此 对方只要没完全复苏 实力处于圣人出街 他完全有把握杀死对方 一群人走出了耗星宇宙 此刻的李浩 只要不是走太远 有星空剑作为破解兵器 随时可以出入耗星宇宙 很快 李浩接触了张安 此刻 张安心情复杂 看了一眼众人 三位日月四重 赵署长 王署长 钱无量 他知道 刚刚一定发生了什么 不止他们 其他人 实力都有了进步 都进入了日月三重巅峰 李浩 终究还是没和他说全部计划 那地奥 之前可能没有彻底死亡 而李浩自己 也许也能斩胜了 这一刻的张安 心情复杂到了极致 他知道 当李浩能斩胜的那一日 也许 就是彼此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有些复杂 没有说话 他其实有些选择了 但是 他还是老师 还有数百学员 并未做出选择 他不能丢下那些学员 所以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越行越远 而李浩 这时候却是心情极好 在大战之前 诸位能提升到这个层次 很好 赵书长 你分身早点出来 我给你融合融合 也许 你就能成为继我之后 第二位日月五重修士了 赵书长果然厉害 赵书长无言 许久才到 还是小觑了古人 那地奥 还是有些可怕的 李浩点头 赵书长被对方影响了 却是不自知 只能说 这种红月之力 的确有些可怕 不过 李浩也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等等吧 以后再开一些盗卖 就没太大影响了 钱无量立大功了 那几条盗卖 无量愿意分享出位置吗 当然 钱无量一脸正色 都督对我恩仲如山 从一介续光 到今日的日月四重 都督和诸位 对我毫无隐瞒 区区几条盗卖位置 无量还能遮掩 众人都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 时时刻刻 都不忘拍马屁 真恶心 可又想到了 那几条特殊盗卖 也是感慨 都没说什么 李浩也笑着点了点头 那就劳烦了 一起完善大道 迟早 我们会创造伟大的辉煌 一处小事件 不应该成为 我们毕生的目标 众人纷纷点头 此刻 都有些情绪激动 日月三重 再进一步 就是日月四重 不朽层次了 如今 古城中存留的强者 也就这个层次 至于圣人 那是少数 到了今日 他们才算是真正 和那些心无古人 走到了一个 齐平的地步 是复苏的 完整复苏的不朽那种 可不是之前 那些残破的不朽 而这一切 也没花费太久 这一刻 众人都看向前方的李浩 这一刻的李浩 尽管和平日一样 气息不显 显得很低调 可再看看身旁的张安 再看李浩 众人忽然觉得 李浩 未必就比现在的张安差了 哪怕王署长 也默默看了吉安李浩 再看看张安 有些唏嘘 张安 至尊的孙子 经历了新武初期大战的存在 可如今 也在渐渐散失往日的光环 是因为那些学员吗 他心中隐约明误了一些 有些可惜 有些遗憾 张安 难道还要坚持到所有学员 都做出选择吗 那样的话 也许会迟了的 第336章 放手一战 当众人回到银城 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天下午 三日后 五方会谈 汇聚大慌 按照对方的时间 也就是后日 此刻的李浩 尽管不知对方具体情况 但是也没耽误什么 反而不断加快进度 地要 是意外之喜 本来李浩是准备学习建议 强行破开盗脉 再去冒险一波的 而地要的出现 给了李浩很大的帮助 银城 各地的人手 陆续到来 对面的大梨 压力开始增加 坐镇大梨的江梨 很紧张 因为李浩这边 人手再次汇聚而来 他知道李浩一方的强大 大梨可不是西方神国 没那么多神灵的 整个大梨 如今能匹敌那些银月武师 能抵挡李浩的 只有他和大梨王 其他人 哪怕几位神卫统领 也没这个实力 就在江梨紧张无比的时候 他松了口气 有人回来了 大梨王 是的 大梨王回来了 军营外 大梨王扶空而行 朝银城看了一眼 微微皱眉 通讯 断掉了 尽管之前 大梨就无法和银月传讯 可一旦跨过苍山 还是可以传讯的 可现在 他已经无法联系到任何人 包括私底下建立的一些情报体系 都断掉了通讯传播 那边 气息纵横 显然 李浩就在对面 关键在于 李浩那愚蠢的肉身 被那位自称红尘的强者 分身杀了 若是李浩找茬 也是个麻烦事 大王 陛下 不少人看到了他 纷纷行礼 对这位强悍无比的大梨王 各大部落 都很尊敬 也很畏惧 只是 大梨这一次进入盈月 在这铸扎多天 和对面的盈月熬战多日 尽管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全面之战 可也一直在战斗 可两边强者 都好像不在乎一般 李浩跑了 大梨王跑了 然后又都回来了 彼此之间 好像达成了什么默契 这让不少人心忧不已 军杖中 大梨王回归 几位神卫统领 很快抵达 江里也快抵达 大梨王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 开口道 本王这几日离开 你和李浩他们一起去了西方 将情况说一遍 江里也不多说 迅速将一路跟着李浩他们的情况 都复述了一遍 大梨王微微皱眉 圣洁强者都出现了 圣人 那可是超越目前阶段的极限了 好在 多少都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在外面 就算可以出手 也不可能肆无忌惮 挡住一击 也许就问题不大了 西方神国 倒是不弱 或者说 很强 大荒有荒兽 水云太后 居然也是一位高手 甚至整个水云国 都依靠这位太后 倒是有些出乎预料 李浩这边 也拉拢了一些新武强者 不过 好像和新武 也没完全达成一致 他忽然笑了笑 有意思 幸好 我们没成为各方目标 如今 李浩一方站立不弱 可惜 摇头 稍显可惜 李浩一方 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哪怕他 和李浩也只是短暂的和平 大力不可能和李浩站在一方的 因为李浩一方 需要面临的东西太多了 很是麻烦 何况 李浩一方 目前也没什么胜算 大力也是独立王朝 岂会轻易靠拢李浩 那才是真的取死之道 至于上次 李浩说 攻打古城算他一个 大力王也没在意 现阶段 小一级可以 八大主城 别想太多 都有圣人坐镇 李浩一方也有一位 但是 听将离话中的意思 对方更多的 还是站在新武一方 而不是李浩一方 如此一来 倒是无法威胁到主城 他心中想着 又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后日 各方会在大荒会合 此地距离大荒不算太远 但是也需要半日时间 明日 我们便启程去大荒 江离一愣 大王 去大荒 对 大力王点头 和我们合作的那家伙 分身出来了 自称红尘 很可怕的一个家伙 本王怀疑 此人哪怕不是帝尊 也是天王层次的存在 只是一道分身 给本王都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李浩的分身 也被他击杀了 什么 江离有些震动 急忙到 难怪感觉这两日 气氛不太对 李浩那边 有些剑拔弩张的感觉 不会 要出事吧 大力王轻叹一声 他死定了 大王 不管是我 还是其他人 目前而言 最大的威胁有两个 一个是李浩 一个是西方神国 大力王开口道 但是西方神国 目前也有些弊端 和新武是绝对的敌对 李浩虽然没能拉拢新武 但是和新武一方 还能维持平衡的 而且 对方也愿意支持一些 比如战天城 如此一来 李浩一方的威胁 反而比西方神国更大 哪怕二次复苏 李浩也能和新武合作 西方神国 却是只能维持目前的局面 大力王叹息道 所以 占据了中央的李浩 必须要死 还有 天心大矿 所有人都需要 我们需要 其他三方都需要 再加上那边的红尘一方 所以 只能对付他 说到这 又道 当然 还是先按兵不动 等待这次会议结束 看看能否达成一些条件 看看各方愿意出力多少 最后如何分配 将力却是一再皱眉 大王 李浩可不好对付 在外 他不一定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能留下他的 没有几人了 还有 对方还有那张安支持 尽管张安在外 实力也有些限制 可目前阶段 除非西方神国 几位强大的神灵 愿意付出巨大无比的代价 击杀他 试试好了 谈谈看 再说了 红尘一方 不可能一点没准备的 他看向江离 你好像 有点怕 大力王微微皱眉 主戒 你害怕了 应该不至于如此吧 李浩虽然强大 可要说让你惧怕 本王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了 他是不弱 可主既动用初五之谷 也未必真的会输给他 江离欲言又止 李浩一方 说很强 强得可怕 让人绝望 那也不至于 而且 当日还输给了西方神国 第二次不算 第一次 李浩是败给了西方女王的 可当日 那些人回来疗伤 一番笑谈 他又觉得 这群人 没那么容易被打垮 想了想 还是开口说道 大王 现在你也不看好 李浩一方能翻盘 是吗 大力王思索一番 只要克制了张安 他就没有翻盘的希望 此次会谈 关键一点便是张安 不管哪一方 只要有办法将张安拿下 那么 李浩和银月武师 各家联手 绝对可以对付 毫无疑问 最强的李浩 还不如西方女王呢 其他银月武师 在几位王者手中 都难以逃脱 军队方面 更是击溃天心 轻而易举 如此一来 李浩怎么翻盘 大力王都想不到李浩 还有什么机会 疯狂杀戮 李浩一旦开启 疯狂杀戮模式 二次复苏开始 红尘一方 第一个出来杀死李浩 那是必然的 谁让他是李家人呢 二次复苏 大力和其他几国 还能妥协 李浩 恐怕难了 到了今日 李浩已经无路了 他想到这 又道 暂时不要表露出来什么敌意 军队也不用撤离 等会谈结束 有了决定 我们再做安排 江离还是想说话 大力王微微皱眉 挥了挥手 其他人下去 主计留下 其他人迅速离开 等人走了 大力王皱眉 主计 还有事情 江离沉默一会 缓缓道 大王之前也想压下古城 进行当事强者的对决 为何 此刻改变了心思 要联手各方 围剿李浩 大力王叹息一声 顺势而行 大力若是选择和李浩够合 大力底蕴还没李浩那边身后 恐怕会成为第一个灭亡的国家 初五之神再强 现在也有限制 而且 红尘一方 现在看似柔和 本王若是拒绝 大力 也许会成为尸山血海 对方现在没图路 那是因为和四方合作 至于中部 那是因为李浩一方都在 可大力一旦拒绝 大力王成受不了这样的代价 红尘带人屠戮大力 谁能救援 谁也不行 其他各方 都不会肆无忌惮地乱杀人 唯独红尘一方 会的 对付这群人 目前 只能先合作 可是 真杀光了李浩一方 对方也会复苏 将离咒没到 对方杀李浩 和四国合作 最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复苏天地 让他们提前出来 就算我们真灭了李浩 最终 这些人也会走出来 而目前来看 其他没复苏的主城也好 还是其他人 都无法匹敌这群人 到了那时候 不还是麻烦吗 将离轻叹一声 所以 最好的结果 还是各方克制杀戮 不要让二次复苏提前开始 养精蓄锐 找到这背叛的古城 镇压他们 起码不能让他们的分身走出来 这才是目前阶段 最好的办法 将离这一次 比上一次理智了许多 又倒 大王之前的心思 也是克制对方 可是 难道对方真的如此可怕 大离王沉默一会 还是点头 很可怕 不单单是他 还有那印红月 此刻 印红月也许还在大离没有走 本王不能乱来 和李浩一起做什么 那就是用国运去赌 至于二次复苏开始 这些人出来了 出来 我大离大不了撤兵 也只是边陲小国 对方的目标 不会在我们身上 大王怕了 大离王有些失效 怕了 他倒是不怕 可是还是摇头 不是我怕不怕 是大离国 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 主机应该和我的角色反过来才对 若是我决定主张和李浩合作 你主张五方会谈 这才对 今天倒是有趣了 他笑了起来 今日 两人的观点和平时恰恰相反 当然 和两人遭遇有关 他遇到了红尘和印红月 而江离 则是跟着李浩他们行动 双方都觉得 另外一方很难招惹 所以 观点也和平时截然不同 大离王笑了一阵 忽然 门外有人低沉道 陛下 天心都督府 有人来访 大离王脸色微动 让他进来 遵令 很快 军杖打开 一人走入 来人进门就笑容灿烂 大离王陛下回归 可喜可贺 你是谁 无奈都督府使者 钱无量 大王金安 钱无量一脸笑容 而大离王 却是微微凝眉 钱无量 不算知名 无名之辈罢了 可是 此人 很强 有些不可思议 他感受到了一些 此人 也许达到了日月中期 是感觉错误吗 怎么可能 目前阶段 江离不用初五之神谷 整个大离 就他一人达到了这个层次 对方一个无名之辈 也能和自己平起 李浩 钱无量一愣 很快笑道 大王误会了 都督正在迎城开都督府会议 没有时间前来 特令小人 前来拜访大王 也想问一问 都督分身 为何未归 是否有一些意外变故 钱无量轻声道 都督想问 分身是死在印红月手中 还是死于背叛古城强者手中 大王可否告知 大离王微微皱眉 不是李浩分身 他都怀疑 对方是李浩分身了 心中沉吟一会 缓缓道 死在了背叛古城之主手中 对方自称红尘 钱无量不动声色 看了大离王一眼 没说假话 他又道 都督让我来问 若是背叛古城之主出现了 四国和对方 何时会进行会谈 大离王心中微动 看了一眼钱无量 会谈 钱无量轻笑一声 如今 我天心都督府实力强大 武士众多 万众一心 任何一方想对付我们 都难如登天 唯有联手 可四国多年不曾联系 唯有通过古城牵线 那自然会有一次会谈 不是吗 多简单的是 肯定会有的 钱无量笑道 若是大王不方便回答 也没关系 都督只是问一问 他已经确定 对方一定会进行会谈 只是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他也没多问 又道 都督还有话让我带来 都督想问 大离王 何去何从 大离王威严道 此话何意 钱无量收起了卑躬屈膝 正色道 大离王是要和他们一条 倒走倒黑 还是选择继续 和都督合作 若是一条倒走倒黑 那都督也无意见 都督说 人格有志 可我既然代表都督出使 还是希望大离王三思而后行 钱无量正色道 若是大离王觉得 天心都督府不堪一击 五方联盟就可击溃 那太小看都督府了 都督如今 为了天下 为了各方 为了民众 不愿多造杀戮 否则 大离百万军 早就覆灭 可笑 大离王冷冷道 威胁本王 李浩 敢杀吗 钱无量笑了 为何不敢 杀了 天地二次复苏吗 可是 非要全部斩杀吗 大离王一死 也许 大离军直接便归降了 就算不归降 也未必没有其他办法 比如 带入古城斩杀 复苏古城 也不复苏天地 方法 还是有的 只是如此一来 生灵涂炭 都督不愿天下百姓受苦 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 都督若是愿意 和心无妥协 不说其他 战天城 武林盟 很多古城 都愿支持都督 只是 都督希望 建立一个属于 音乐人的时代罢了 他看着大离王 感受到了对方的徘徊 这位王者 也许也和李浩一样 顾虑重重 此刻 心情也很复杂 钱无量眼神微动 又道 大离王若是有想法 今晚 大离王 将主计 可来迎城 念见都督 大离王微微皱眉 何意 愿意 就来 不愿意 便作罢 钱无量笑了一声 嘟嘟要我说的话 已经全部带到 此次 也许决定了很多东西 说吧 又道 无量告辞 转身便走 大离王微微皱眉 忽然探手朝他抓去 此人 是真的强大 还是唬人呢 探手一抓之下 钱无量却是瞬间避开 下一刻 一股特殊波动 一散而出 整个大离军 忽然有些暴动起来 一瞬间 又数人冲入军帐 眼神通红 有些发狂的趋势 纷纷奋不顾身地 挡在了大离王面前 如同野兽咆哮 拦住了大离王的手臂 而钱无量 头也不回 笑声依旧 大离王 大离百万军 对我而言 不过提羡慕我罢了 若是愿意 无量随时可以让大离军叛变 哼 一声冷哼 震荡天地 哼 一股气息 瞬间消散 天意汇聚而来 威压盖世 之前动荡的军营 瞬间安静了下来 钱无量却是已经消失 军杖中几位神卫 都有些惶恐 有些震撼 刚刚 他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居然拦下了大离王 这 属下该死 几位神卫面色惨白 而大离王微微皱眉 好好修炼 你们几人 意志太过脆弱 神卫那么多 就这几人 瞬间被人操控 这也说明 这几位意志不强 只是 他看向远处离去的钱无量 脸色微微变幻 李浩麾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 居然 居然如此强大 轻易操控了自己的神卫 甚至让军队出现了暴动 这是什么能力 此刻 将离忽然道 此人名为钱无量 是李浩在超能之城收拢的部下 当日在超能之城 一日间收拢上千超能 被李浩抓捕 前两日 代表李浩 出使各大古城 只是 只是此人 当日被李浩擒拿 只是续光 之前也只是山海层次 他微微皱眉 怎么会 忽然进步这么多 说着又道 此人据说擅长观察人心 察言观色 不为银月武师所喜 是个十足的小人 他和钱无量 也就几天没见面 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么强大 举手投足之间 居然能操控神卫 反抗大黎王 简直不可思议 这若是操控大军 不说全部 数万人反叛 那百万大军 也许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太可怕了 这比你一拳打死上万人 都要可怕 大黎王也是面色变换不定 此人能力特殊 瞬间让大家失控 至于实力 目前来看 恐怕真的跨入了日月四重 但是 没被天地针对 他微微皱眉 天地极限 好像又提升了一些 是复苏了一些吗 最近 天地好像又稳固了一点 这速度 越来越快了 日月四重 都能轻易出现了 而他自己 也只是这个层次 当然 他相信真要交手 这家伙不是自己对手 江里也是微微皱眉 按照天星的境界 他只是日月三重而已 动用神谷 倒是能达到四重 这么说 这钱无量 居然超过了自己 他提升的有些虚幅 也许是刚提升上去的 大黎王又说了一句 接着 轻声道 李昊知道 知道会谈的事 只是不知道时间和地点罢了 但是 很轻易就猜到了红尘的心思 倒是感觉敏锐 这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大王 今晚去吗 大黎王沉默一会 再看 江里心情复杂 也没再说 与此同时 银城 寻检司 李昊语气平静 所有人 现在开始 不得离开此地 不得传讯外界 今晚 深夜 奔赴无边城 剿灭无边城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大惊 男权已经赶回 有些失色 无边城 郑家古城 不是说 郑家家主被判了吗 甚至跨入了天王层次 都都 不妥呀 王署长也是脸色微变 这一次会议 他也列席 李昊平静道 郑家 九成九是叛徒 他看向王署长 又看了看蒋赢里几人 开口道 孙兴也好 歌诀也好 都在说 郑家是叛徒 当然 也许你们会说 郑家被人陷害了 但是不管真假 目前阶段 最大的可能 还是郑家 我不管是不是被人陷害了 对方目前嫌疑最大 所以 我要打下郑家古城 李昊平静道 若是非背叛古城 我尽量不斩断他们本源大道 新门开启的那一日 他们还有复活的机会 若是背叛的古城 那就剿灭 是不是背叛了 其实很容易知晓 战天城怀将军 算是强大了 加上我的帮助 对方也只是复苏了一点 而郑家 若是有圣人层次的完整战力 这就是不寻常 无圣人战力 可以轻易击溃 有圣人战力 就是叛徒之城 这没疑问吧 王署长轻叹一声 轻声道 无意义 只是 若是真的郑家之主被叛了 还在主城中 此次 就是送死 对方九成九成为了天王 天王 纵然没有本源大道之力 也强悍得不可思议 说到这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道 可以请张处长 参与其中 以张处长的身份 强行对郑家进行一次探查 郑家许可 那最好不过 对方不许 也许就是问题所在 现在他们嫌疑最大 那就有必要被探查 他看向李浩 若是如此 一旦郑家有问题 可以让张处长加入其中 必然可以起到重大作用 此刻 蒋英里也开口道 都督可以带上天王肉身 虽然残破了一些 还是有很强的战力的 老师可以独自前往 到时候 真有问题 肉身和老师精神力合一 哪怕真有天王在 也能拖延一阵 说吧 又道 郑家 郑心十三家之一 无边城 郑家传城 我也是郑心城之人 我可以陪同老师一同前往 郑家并无后人在原品武科大学 否则 倒是可以一起前往 李浩摇头 几人微微一正 李浩看向他们 轻声道 人各有志 还是这句话 张前辈若是有心 自然会主动提出 既然没有 代表不愿 蒋英里 你应该很了解 你的老师才对 无需逼迫对方做出选择 蒋英里 欲言又止 王署长也是叹息一声 李浩笑了笑 至于几位 这一次战斗 可以选择参与 也可以不参与 蒋英里 深吸一口气 参与 为何不参与 若是真是背叛主城 杀之无碍 若是非背叛主城 为了心门开启 灭其肉身 不断其道 心门一开 本源大道 若是能蔓延 或者和主世界联系 自然可以复活 为了心武也好 为了音乐也罢 没什么可犹豫的 只求嘟嘟一件事 若是对方真的没有背叛 斩其肉身 灭其精神即可 尽量 勿要斩断其道 此话一出 哪怕男权都忍不住 哈哈大笑 够爷们 这说得好 比你那老师强多了 婆婆妈妈 蒋英里冷冷看着她 不是因为对方说 自己老师如何 而是 谁他们够爷们 此人 会说话吗 若是当年 老娘一巴掌拍死你 谁是爷们 我这娇人的身材 娇艳的相貌 你哪一点看出来 我是个爷们 男权被人盯着 有些不太自在 没有再次开口 避开了对方的目光 李浩笑道 这就好 若是真如你所言 非背叛者 我尽量保其大道不断 保留复活希望 多谢都督 应该的 李浩看向其他人 最后 看向王署长 王署长呢 我也参与 王署长叹息一声 还是开口了 我也想 亲自看一看 说到这 又到 说说郑家的无边城吧 郑家家主 是无边城城主 按照孙兴所说 对方已经是天王了 名为郑宏远 郑宏远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郑克 长无边军 是无边军统帅 掌握百万大军 上将军衔 实力 也是圣人层次 圣道巅峰 不过 此人应该和无边军 一起和剑尊出征了 统帅不可能不去的 郑家次子郑公 无边城副城主 不朽巅巅峰战利 有没有和剑尊一起出征 我不太清楚 郑家三子郑宇 当年年纪不算太大 没有担任正式职务 据说也夸入了不朽 他简单说道 另外 郑家无边城和战天城差不多 无边军除了一位统帅 还有三位副帅 还有十位军长 百位市长 但是 大部分都会离开 最多和战天城一样 留下守卫军拱位 也就是 可能会有一位副帅 一位军长留下 副帅 大多都可能跨入圣街 但是弱一些的 也许只是不朽巅峰 军长 也是不朽巅峰和圣街之间 实力和副帅相当 军长之下 还有师长 李道宗是义属 不朽巅峰 一般的师长 也就不朽初期战利 李道宗是要升任 军长的存在 不能算常态 另外 当年还会配置警卫属 教育署 农业署 政务署 大大小小 各大机构数十 一般情况下 署长都是 绝颠到不朽初期 当年 军方人员 大部分都跟随处征了 但是非军方人员 一般会留下来 他给李浩普及了一下情况 李浩有些疑惑 战天城 为何只有 警卫署长还活着 王署长沉声道 能量不够 不朽之下 几乎都腐朽了 一般情况下 非重要署 都是绝颠担任署长 警卫署算是很重要的机构 所以 我以不朽之身担任 当然 战天城并非只有我一位署长活了下来 只是 沉眠了 教育署署长还活着 还有其他几位 只是都没能量复苏 你没遇到罢了 李浩了然 那按照王署长所言 对方 起码有多位不朽署长还活着 还有起码十位不朽师长 一位不朽巅峰到圣人层次的军长 一位不朽巅峰到圣人层次的副帅 还有郑家家主 以及次子和三子 王署长摇头 不一定 若是郑家背叛 我觉得 不可能全部背叛 一部分人 可能被清理掉了 他看向李浩 如果都督确定郑家背叛了 那会少一些人 一部分人会被杀死 不可能出现全程背叛的 绝对不可能 他摇头道 没有人 会在新武时代 让数千万人 都去背叛 所以 这些人 也许会死了许多 但是 若是对方背叛了 那些人一直活着 不缺能量 也许 会更强大 比如绝颠层次 可能进入了不朽 甚至是圣人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数量 会少一些 说到这 又到 另外 对方的守护妖职 没有占天成多 占天成情况特殊一些 所以有37位守护妖职 无边城 当年是25位 24位辅助妖职 一位主要守护妖职 都隶属于陶木科 怀术一脉强大 陶术一脉要弱小许多 24位守护妖职 当年大多都是绝颠层次 不朽很少 三五位撑死了 倒是他们的主守护妖职 名为陶骁 圣人出阶 这些是巅峰战力配备 说到这 又到 另外就是城内的阵法 城内阵法很多 但是最关键的是 妖职守护大阵 你在天心阵建造过 封锁一切 以防御为主 另外就是 郑家自己建造的阵法 我无法知道全部 还有 主城这边 城池本身就是强大无比的兵器 但是需要城主应启动 他看向李昊 城主应 也有诛杀外敌之效 上次你没看到 但是我用此物 诛杀了一位残缺圣人 威力也很可怕 你要小心 城主应上至尊留下的一些手段 但是可破 李昊看向他 王署长纠结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用星空剑可破 李昊扬眉 王署长有些纠结 但是说到这了 还是继续道 星空剑 是剑尊的代表 剑尊是八大组成的上级 是银月之主 哪怕至尊权威 在这 也要受剑尊侠制 若是对方动用城主应 星空剑可抵消城主应的杀戮之力 还有 星空剑代表了很多东西 一些权威性的杀伤性武器 都有希望被抵消掉 李昊有些意外 星空剑 还有这么多作用 对 王署长点头 所以 八大神兵 星空剑最为重要 非李家后人 非敌传 非剑尊许可 星空剑 几乎不可能被人认主 甚至 李家后人也不行 他看向李昊有些古怪 剑尊不会随意将权柄乱放给李家后人的 这东西 用得好了 甚至能颠覆银月 你能使用 这才是怪事呢 李昊笑了 星空剑其实认主时间不长 当然 这就没必要说了 这玩意 可能诞生了自己的灵 未必很聪明 但是一定有一点智慧 在剑尊手中的时候 大概率是没有灵的 李昊盘算了一下 最后道 按照你的说法 最可怕的结果 就是 军长 副帅 守护妖职 都是圣阶 正家次子 当年的不朽巅峰 也可能成为了圣阶 还有家主是天王 一位天王 四位圣阶 不朽层次 起码二十人左右 决颠 起码数十位妖职 都可能还活着 加上一些署长 四五十位最少 对吗 王署长点头 你要是按照最可怕的后果来看 肯定如此 另外 城中一定还有大量无边剧 少数没关系 多了 也很强悍的 李昊再次点头 此刻 其他人面色凝重 李昊又道 不朽层次 介于日月四重 到日月七重之间 日月八重九重 应该超过不朽了 但是未必能匹敌圣人 决颠 介于山海七重 到日月三重之间 若是按照王署长的说法 决颠层次 我们未必输给他们 至于不朽层次 真没多少 李昊轻声道 我们的日月四重 很少 但是 对方若是没有全部复苏 没有完全复苏 那就不可怕 圣人层次 现在最恶劣的结果 是有数位 甚至是有天王存在 但是我们判断 郑家家主 不可能留在此地 甚至会带走几位强者 唯独守护妖职 是百分百存在于此地的 最少一位圣人 最多 没人能肯定 有圣街存在 我来对付 李昊看向众人 老师他们探查的结果是 对方可能伪装成了 没有复苏的样子 那就代表 我们会有一个先机 对方不会相信 我们敢攻打 有圣人坐镇的主城 所以 哪怕有两位圣人 只要我能先解决一位 剩下的 可以纠缠 关键还是不朽层次 所有日月三重集以上的 都要去对付不朽强者 就算如此 也未必足够 李昊沉默一会 又到 都要越接战斗 对方多年未曾战斗 也没完全复苏的话 日月四重 就要对付不朽中期 甚至后期 日月五重 就要对付不朽后期和巅峰 我们一方 目前达到日月中期的人很少 王署长 钱无量 赵署长 地位也愿参战 勉强算是达到了不朽层次 太少了 至于其他人 比如老师他们 对付一些不朽初期 也许有希望 可更强的 很难了 何况 日月三重的存在也很少 就这么几位 从战力对比上而言 全面落入下风 每个人 也许都要越接战斗 新武人 也不是弱者 现在 只能靠着对方多年不战斗 不复苏 没恢复完全这些优势 去越接击溃他们 至于蒋银里几人 都没恢复到巅峰战力 此刻 勉强山海七重到九重 跨入日月的 目前都没有呢 王署长和蒋银里 都欲言又止 也许 可以喊上战天城的一些人 喊上原品武科大学其他人 如此一来 战力就能拉平了 可他们刚想开口 李浩就到 若是大骊王 江骊 水云太后几位愿意加入 都具备日月中期战力 他们又有一些特殊情况 战力极强 甚至能对付不朽后期 乃至于巅峰存在 这三人加入 帮助很大 前提是 他们会来 水云那边 李浩也传讯了过去 就一句话 今夜来银城 至于对方来不来 不好说 不确定 不来 就当没他们存在 都督 他们 欲罗杀人不住道 他们 不靠谱吧 李浩笑了 平时不靠谱 进去了 绝对会靠谱的 进去了 不靠谱也没用 人家可不会管 你们是不是和自己一伙的 好吧 红一堂轻声道 目前 最少一位圣人 若是两位 三位呢 就算不朽和绝颠拉扯平衡了 那圣人战力呢 你纵然可以对付一位 若是军长复苏了 或者副帅复苏了 那怎么办 这才是此战的关键 至于打 李浩说打 众人也没意见 之前就讨论过 不愿意的没有 李浩笑道 没有实权实美的事 若是能碾压古城 我们还博什么 直接碾压好了 就是打不过 才是博 我争取迅速击杀那位守护妖职 至于其他圣阶 没有最好 有的话 我看看能不能再拼 哪有太大的把握 若是有 就直接杀进去了 他也想万全 也想吻胜 可是 能这样 我早就出手了 何苦等到现在呢 众人心情都很复杂 但是 也没再说什么 正如李浩所言 就是因为明知道斗不过 去拼 那才是博弈线生机 李浩又道 那此次 还是钱无量带队 伪装使者 我们这些人 我先带你们进入浩星界 停留瞬间 钱无量带上我的星空剑 我进行定位 准确降临 进行突袭 藏在任何地方 都不拔稳 唯独号星界 对方感知不到 这才是最拔稳的地方 突袭 必然能成 这也是主动进攻的先机 钱无量急忙到 定当完成任务 他带队 进行星空剑定位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需要做到精准定位 打消对方一切怀疑才行 诸位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 男权直接开口 还有多少超能炸弹 一个人分一点 干不过 就自爆家暴炸弹 弄死一个算一个 星五人喜欢自爆 咱也不虚他 他呲牙一笑 星五人 当年据说战胜了天地 后期大量强者复活了 都督 咱们也不怕死 那一天都督执掌天地 掌握生死轮转 阴阳转换 咱们再回来 若是不能 那就早死早超生 十八年后 咱也许还是好汉 李浩心中咯噔一跳 没有吭声 此刻 袁硕开口 也对 收集所有灭成弹 超能炸弹 速度快一点 一人分一批 星五人能爆 咱们也能 说罢诱道 不需要说得那么夸张 若是神文能逃掉 尝试顿入道脉之后的好心界 只要神文不灭 李浩日后将大道划分出来 也许 咱们也能回归 他笑呵呵道 神文 荣世 荣道 荣生命令 神文若是能顿入好心界 未必就真的死了 就和本源大道没灭一个样 咱们不怕死 但是 若是真没办法了 就试试 也许不用十八年 也许几年后 咱又回来了呢 他看向李浩 笑呵呵道 你之前说 咱们迟早会成为一方道主 一道之主 若是谁完了 神文融入了某一个区域 分一点地方给咱们 也许 我们能从大道中复苏 此话一出 大家大笑起来 蓝泉兴奋道 对对对 我火行之泉 已经到了化井 若是我神文不灭 融入火行区域 泉道区域 也行 反正 二选一 分一个给我 天剑平静道 剑道区域归我 就你一个人修剑 小赫 练拳的就你一个 众人忽然吵闹起来 这个说 他也练拳 那个说 他也练剑 争论不休 此刻 李浩一言不发 看着他们 你们笃定我们会死吗 笃定我能活下来吗 还是说 只是安慰我一下呢 融入耗星宇宙 真的可以复活吗 李浩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只是凭着原说的几句话 就当真了 是真当真了 还是安慰自己 安慰大家呢 星武时代 是有人复活了 可是 这不是星武 耗星宇宙 也不是本源宇宙 生死轮转 真的有吗 这一刻的李浩 看着他们大笑 忽然心软了一下 那有些冰冷的心 忽然软了一下 他原本不在乎的 生如何 死又如何 是的 他其实 很无情的 他不是什么圣人 也不是热血少年 他只是 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可以做 能做 该做的事 其实 他想过 若是这一次失败 也许会死很多人 可死了 那就死了吧 然而这一刻 这些人争抢着 说要占据某一道 成为某道道主 他忽然有些冲动 有些挣扎 为何要打古城 为何非要这么做 大不了 任由二次复苏开始 咱们不拼了 咱们躲起来也好 藏起来也好 还是杀一些弱者也好 对付四国也好 为何非要去打古城 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步 只为了搏一次 音乐世界更安全 凭什么 李浩手掌握紧了座椅 捏得座椅 边角化为了粉末 他默默看着众人 此刻 眼中流露出了一些 本不该流露的情绪 他不知道 自己到底 带着他们走向何方 是对是错 其实 我也不知道前路如何 我只是在忽悠你们罢了 我哪知道 未来会如何 我哪知道 大道会如何 我哪知道 江湖会如何 我才二十一岁 我其实 只想报仇罢了 我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吗 你们 如此愚蠢吗 一群没脑子的武夫 首长 紧紧握起 他想站起来 大吼一声 不打了 散了吧 就在这一刻 耳边 传来了红一堂的声音 带着笑意 天下便是江湖 都督 江湖武师 从不惧怕死亡 不惧挑战 已若胜强 群雄向往之 打 就打最强的 这一刻 天见一脸冷漠 打就打最厉害的 不远处 侯潇晨抬头 看向李浩 轻笑一声 付出多少 收获多少 等价交换 拿了好处不干活的 那不是我们的作风 除了男拳 男拳冷笑 信不信一拳砸死你 猥琐的霹雳腿 有些咽口水 打赢了 能和凌晨主交个朋友吗 凌红玉一正 看向他 笑了笑 眼神 有些冰寒 霹雳腿 一堆的老婆和孩子 在银月武师中 最为好色无耻 一旁 陈中天摸了摸胡须 有些感慨 真胆大 我都没敢提这话题 赵署长则是一声轻笑 好了 说得那么可怕 区区一场战斗 银月武林 自古战斗不息 死在袁硕手中 还不如和鼓强者一较长短 也不错 说吧 看向李浩 都督 目标已定 便等都督 放手一战了 放手一战 李浩眼神 从复杂化为了坚定 迪赫道 既然诸位无惧 那就 放手一战 战 低沉的鹤声 响车大听 乌云压顶 天色已黑 毫无光亮 天黑了